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聚焦洛杉矶 我是主持人子萱 首先先来关注一下特朗普正式接受提名 并为11月的大选展开竞选活动的新闻 8月27日晚上 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共和党提名 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在星期四结束 与民主党人拜登的竞选活动正式开始 迎接11月的总统大选 拜登在11月3日大选前的民意调查中领先 而特朗普在美国几个城市持续的疫情 经济问题和种族紧张局势的影响下 在民意调查中苦苦挣扎 特朗普的演讲是在白宫南草坪举行的 这是一个有争议的党派活动地点 他的讲话为为期四天的大会画上了句号 大会将他描绘成一个能够重振经济 恢复秩序的领导人 特朗普发表讲话之际 美国报告称有超过18万人死于新冠病毒感染 这一数字超过任何其他国家 此外美国还爆发了新一轮抗疫活动 反对最新一起备受瞩目的警察枪击黑人事件 特朗普是前纽约房地产开发商 他正在寻求扭转竞选连任的局面 这场新冠病毒大流行在很大程度上 给他的竞选蒙上了阴影 李宗盛 台湾 台湾 台湾